在网友的直播间来 他们说我有一个亿 你真不知道我有多少钱 我说我有二十个亿 就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能认识这位视频里的女性 她实际上是2016年 就是江戈爱 在日本被刺杀那个女孩的妈妈 当时她为了维权 为了给自己的孩子讨回公道 包括在日本 然后后来在国内又起诉了 刘欣 就整个这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直到现在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八年了 还在持续的燃烧 然后现在知名的 前调查记者张杨 她的微博叫李济 然后头两天她做直播 她举报了江女士 就是江哥妈妈江修莲 说她这八年间 持续的榨捐 带货 还有结果四次婚 而且她还有个儿子 哎呀 这些事我听了之后 我的心 嘣就炸了 因为我最早对这个江女士 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当我看到了这些之后 我脑子都疯了 我就不相信这个国家 还能有人干出这么缺德的事 但是你说如果说一个人 他做了坏事 他还天天理直气壮 甚至还要让人们歌颂他 这就是 万恶之首 这个 就听了这个李济的话吧 我就感觉 这个 这个江女士是 是谁的接班人啊 是吧 有点那个感觉 你们看看这个 最近的大盘 A股 也能觉得 有那个意思 是吧 行 这咱就不说了 咱接下来 说说这些 李济 说的这些事实啊 绝对让人大跌眼镜 江秋莲女士 我最近指控他的 三项重大质疑啊 第一项是骗捐 第二项呢 是诈骗 无保护 黄浮贤老人的遗产 包括这个宅地地 和地面付出物 第三点呢 是你欺骗公众 你说你失读24年 但时间就有个儿子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三项重要的指控 我说错一遍 我整个我就废了 我肯定是全网炸号 而且是全国人民 会追着我骂 骂到我根本就 没法在中国待着 那你说谁是强者 谁是弱者 那么想想 谁是强者 谁是弱者 就是如果江秋莲女士 她过去也不是没有 在也曾经就是 转发过那种 污蔑我的文章 那里面99%都不实 但是我拿她 怎么也不拿她怎么办 没什么事 我对她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她如果 我说错她一句话 说错她一件事 我整个人废了 那你说谁是强者 谁是弱者 我觉得这是判定 强者弱者的 唯一的标准 咱们看那狂飙的电视剧里 那个徐江 你碰他一下 你把他儿子杀了 你看他是怎么杀人呢 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弱者和强者的变化 是不一样的 在舆论上 谁掌控了舆论 谁就有最大的力量 像江秋莲女士这种情况 她是掌握了巨大的舆论的 你别说我了 你就法院法官 别说自己生病了 她能带着媒体 到医院招法官去 你说谁是强者 谁是弱者 我们再来论 从财富的角度 谁是强者 谁是弱者 我曾经给腐顺的 彤彤 都被过捐款 当时呢 我是发在了自己的微博 这个粉丝可见 而且呢 我强烈的要求大家 每个人最多就捐十块钱 仅仅一天多的时间 彤彤父亲收到了 二百四十三万 就这卡里面 二百四十三万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这互联网吧 他把这个人与人的距离 整个拉平了 你获得了巨大流量的时候 那个钱蜂拥来的时候 是非常夸张的 彤彤的父亲 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啊 我去看 就是蜂拥到他家里面 就是晚彤彤父亲 这个手里面塞钱的 俯顺的老百姓 我跟你说 一天他来上千人 但是他那个时候 全都拒绝了 全部都拒绝了 如果说 当我那时候呢 是不到四十八小时 我迅速的让彤彤父亲 把那个银行账号封掉了 然后打那个 打印那个 那个名系啊 打了很多 就是银行弹机都打不完的 把所有的总额随时公布 那是不到两天的时间 二百四十三万了 如果说持续一周 我再扩大扩大 再让别的大V转一转 一周时间拿到一两千万 是根本不费力的 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江女士 她在江戈案时候 获得的这个捐款 她是远远高于 同同当时 那甚至要 十倍百倍不止 而且时长 她是长达一年 整整一年啊 这高峰期是整整一年 后面的八年时间里 那我们最后 引领银行流水 这个为准啊 所以论财富 我跟江 江轩连女士比 我是强者吗 她是弱者吗 对 你现在我就发现 网上发起募捐 是可以拿到好多收入 是吧 当然你可能得有一个 特别牛的大V 合作一下 不过你这么想 现在看好多人 经常说什么 请人喝杯咖啡之类的 就能增加收入什么的 那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当然我没这个想法啊 但是我就觉得我 我是一直是觉得 就是我是真的能喝上咖啡 所以不需要 但是其实如果你 你走 有几天走到 真的山穷水尽的时候 可能乞讨赚的 会比你他的诗 做诗还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 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啊 咱们接着听这个 李济他怎么说 现在我们这个热度 看的还是上的还蛮快 我在再说第二观点啊 我为什么要介入这件事啊 说白了 看不下去了 就是看不下去了 我觉得是个正常人 都看不下去了 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这么说 说实话 我当过18年记者工作呢 现在又20 20年了 20年了 我见过很多骗子 现在网上有 说实话骗完了之后呢 人家就走人了 就完事 这种人太多了 是吧 现在在国外的有很多 但是没有这么长达八年 在你眼前就没亡没了 这么晃悠的 而且他宣扬的都是这些 严重破坏工序良俗的事情 我们首先说 说一下 个人求助 我认为的四个原则啊 这不是四个我也没记住啊 反正第一个原则 是必须要说实话 必须讲诚信 如果你不讲诚信的话 我做一个陌生人 我为什么要把钱 给一个 另外一个陌生人呢 首先第一条 必须要讲诚信 大家没问题吧 就至少你说的 基本的事实 是要准确的 第二个 个人求助 富人不能向穷人求助 富人都有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说人生当中 都会出现意外 孩子病了 父母病了 我们前两天 我车胎扎了 这都是意外啊 对不对 有大意外 有小意外 人生意外 其实无处不在的 但是富人 不能向穷人身受 富人不能向穷人求助 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求助金额 必须有上限 我出这事了 意外了 我穷 我需要一万块钱 但我不能收一千万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求助的本质 慈善的本质 就是刚刚好 物尽其用 这给你解困难的 不是为你成为富豪的 因为我们正赚的 其他的财富 必须靠我们去努力 去工作去赚 第三下是我认为 个人求助的基本原则 个人求助的基本原则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赞同的 所以今天那个媒体老师 问我第一个问题 说 那你说他那个不诚信 不诚信 那你说哪不诚信 好 我告诉他 哪不诚信 第一个 首先呢 所有人 我们所有公众 为一个孩子 或者为一个穷人 或者为一个可怜人捐款 他绝对不会是单一 一个原因 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 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 比如说彤彤 我们为他捐款 为什么为他捐呢 首先家里没钱 对不对 家里很穷 他爸就是一个大货车司机 他爸和他妈已经婚了 然后呢 他母亲都被装安全了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钱 那个那个 就一小破房 他去那个彤彤 当时到那个 那个那个 送到那个ICU的时候 他连 他连那个ICU的 住院费他都交不起 他第一次是 他的那个亲妈 看着孩子打得 半死不活的了 然后把他送到那个 中国一个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那个大夫 小儿骨科 那个那个 那个主任 当时我找他了 我亲自问他的 他说那个 那个孩子妈 到着来问他 那个说 那个大夫说 你必须得住院 孩子妈 一看一大一 一看这情况 抱孩子走了 他没钱 去在这治 我们是一个综合的原因 觉得这孩子 被欺负得这么可怜 家庭又不行 是吧 然后他 不需要这么多 作业费 所以我们才帮助他 那我们 我们帮助江秋连 连女士 我们是因为什么 我们也是因为 综合原因 首先你肯定是 遭遇意外了嘛 我们每个人 都会遭遇意外 但是江秋连女士 第一个原因是 她说自己单身 二十四年 抚养江歌 非常让人感到 不惜一样 感到非常的 一个是单身 二十四年 这种尊重 是吧 尊敬 是吧 失足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单身 二十四年 他前后四次婚姻 而且他也知道 他隐瞒这一点 会获得什么 所以他才 千方百计的去隐瞒 而且后到四次婚姻 所以他第一个事 他撒谎了 第二个事 他有个儿子 你看他 江秋连女士 他敢不敢 对公众说 你问他 你说江秋连 你有个女儿子 有没有 他敢不敢说 我从来没有 你看他敢不敢说 他绝对不敢 他绝对不敢 他只会做一个反问 他说 哎呦 这个我要有儿子 还能让你这么欺负我呀 那这个事 你看怎么理解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 那我的儿子 其实是到国外去了 或者其实不跟我联系了 是不是 或者现在 其实那个 在别人家呢 他 他这样理解 他绝对不会公开说 我从来没有儿子 他不会说吧 你说是不是撒谎 其实吧 你说这个江女士 她收了很多的善款 其实大家还是知道 如果你早几年退 对吧 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事 你迟迟迟迟迟折腾了八年 就觉得自己很聪明 自以为是不停的炒作 把大家的爱心做成了生意 是吧 整天的告这个 告那个 嚣张跋扈啊 真的是那个 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 不是所有人都会保持沉默 对吧 那既然把旅记 把这个事报出来了 举报了啊 那咱们大家就陆续的看结果吧 后续吃瓜呗 对吧 其实我看完这个之后吧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从 就非常悲痛啊 然后到利用他这个 大家对他的关心 转化成财富 就这么整个的一个过程 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家里人死了 是真的悲伤 但是可能自那之后的几年 反而因为家里人死了 他变得无比的快乐 这就这给我的 给我造成的震撼就特别大 我感觉我是接受不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江女士和这个村支书 坑害这五保护的事 然后五保护他44天就死了 那很多时候我就觉得 这件事其实也很重要 也有必要查一查 是吧 他到底怎么死的 哎 在中国吧 就很多事都很奇葩 你真的是说不明白 但是你也能发现 这人的心 有的时候要狠起来 可是真狠啊 像我说实话 各位啊 我说实话骂我人太多了